最後呢,我們要來做一個抽獎活動啦 欸?兩顆也可以丟出去耶 一顆應該是可以啦 嘿!歡迎回到雜七雜八吊具購買指南 我是支隊長 還記得在去年2021年4月多的時候啊 我開箱了一些就是Okuma 新出的小烏龜嘛 那當時呢,我提到說 這四款小烏龜 所以它之後會推出它的微拋線盃 那原本那個時候預計是在2021年7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了 但是因為各種原因就是一直延期啦 一直到今年2021月的時候啊 這個淺線盃才有消息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開箱就是 Okuma的雙手捲線器專用淺線盃 好,那還記得我們去年提到的那幾顆四顆捲線器嘛 薩蕾諾,然後凱莫斯,天蠍座跟 藍點 現在拿這顆示範的捲線器呢 是我拿藍點跟凱莫斯 記憶體組合出來的一個 消光黑色版的捲線器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淺線盃啊 Okuma這次出的淺線盃啊 有三個顏色 紅、黑、紫 好,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啊 或是捲線器的顏色搭配去做你的購買 好啦,既然講到這個淺線盃啊 它有什麼特色呢? 淺線盃不外乎我們 就是為了要讓我們可以投的更輕 那我剛好稍微量了一下 它自重是8.3公克 但是 官方的標題寫9公克啦 我覺得他們有點太謙虛了 好,現在再量一次是8.5 那大概就是落在8.5這個上下 而且它上面還含了一顆胚鈴喔 所以它這個表現其實算是不錯的 然後這錢盃的材質是航鈦鋁合金啦 所以你可以用它特別擔心它的強度 好,那我們要怎麼交換這個線盃呢? 首先一樣 就很簡單 我們把捲線器打開來 原本的線盃拿出來 然後呢,把潛線盃裝進去 蓋回去 鎖起來 好 潛線盃搞定 然後呢 很多人 就是很喜歡玩這個潛線盃 看它能 慣性能轉多久 那我們現在就來挑戰一下 看它能轉多久 我們把煞車呢 拋頭控制系統 開到最低 機械煞車我們調到 有點晃動 線盃微微晃動 我們讓這個線盃呢 它是呈現一個 阻力最少的情況 好的,我們現在把板墊下去 我們就來測試它 這個可以轉多久 它算續航力還不錯 我們再來一次 好,它這轉的其實還算不錯 算 我覺得算合格啦 好,那我們看這個潛線盃 它的做工 它其實做得很不錯 沒有什麼毛邊 應該說沒有毛邊 它這個切消 切得很漂亮 不愧是有在正正做品管 然後呢 它因為 變潛線盃 所以它的磁力拋頭這個 控制的面積 就變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應該要把 磁力控制系統這個 我們要把它調高一點 那這個呢 我們接下來去測試的時候 再來實測 跑最輕多少克 到時候我們裝備的詳細配置呢 會在影片中 詳細說明 好,那我們前面介紹這麼多 這個潛線盃 它的售價多少錢呢 它的售價呢 只要800塊 所以你想要組成一個 最平價的一個 唯一拋卷線器喔 你只要購買Okuma的藍點 1500塊 再加上這個潛線盃 800塊 2300塊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 很平價的唯一拋組合 而且是雙線盃 那你要使用比較出現的時候 可以用原本的原廠的線盃 然後你想要拋輕額啊 就可以配細線 再搭配上我們這個 潛線盃 我覺得這一個新手 可以特別去入手的一個組合 因為你可以 一顆絕驗輕的 可以做到兩件事情 那麼 接下來我們去實戰測試吧 大家好,我是這一掌 今天 一個一大早啦 很久沒來管吃 好,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測試一下這個 Okuma的 這幾款新的小烏龜 他們所出的潛線盃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的實戰性如何吧 好,我們現在開始 來測試一下 搭配的是 天蠍座 632L 負重3到15克 我們首先先來簡單一點 先用這個 6.3克的 這個吊組 我們先來試試看 剎車呢 剎車呢 調到1234567 7這邊 開湖囉 開湖囉 開湖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6.3克的 非常穩 那我們現在換輕一點 再往輕一點的耳去測試看看 好,我們現在用5克 5.1克的耳 試一下 好,我們可以看到5.1克很穩啊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進行輕量耳的測試啊 好,接下來就是2.9克 2.9克可以喔 來,2.9克 稍微要控制一下 可以捏 可以捏 2.9克的可以喔 那就接下來再測更輕啦 我們找2克的 然後現在用2.6克 試一下 好,現在用上次 搭配的月下美人鉤 配RB3 加起來 餐點 這也是兩克 兩克也可以丟出去 我原本低估他了 兩克可以 對啊這乾到三克而已啊 所以有點 所以是靠 光靠這兩克狀況可以帶出去 也不錯 而且不會吵 煞車調到7啊 穩一點 水滴輪不吵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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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小看這東西了 兩克可以喔 原廠線沒有沒量耶 好像十多克 但是這個8點 8點3 而且他還有韓佩林 我覺得這個這個線被做不錯 有比顯像中好 1.2克 那現在這個耳的勾法只是為了湊這個克數出來啦 這吊主搭配這樣子是 不優啦 好來測試看看1.2克 對啊 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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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粉啊 這樣丟出去有多少五公尺喔 等一下再試一下 有點吃力喔 好啦 有點有點不太行 1.2克 甘主問題有可能是甘主問題啦 完全吃不到力 對啊 那現在被帶的出去啦 會炒會炒 會炒 真的是槍桿鎖南 真的是槍桿鎖南 1克應該是可以啦 確定是可以啦 拋得出去但是拋不遠 對啊 不過你看 以這個最低價2300塊 會搞到一個微拋捲來說 表現算不錯了 那我覺得最適用應該在3克 以上 會是最好使用的一個效果 好那今天測試大概就到這邊 好那我們剛剛測試完這一顆 OKUMA的新款小烏龜搭配上這個 淺線杯 那我們剛剛可以從影片看到啦 它拋頭5克 就是一個基本款 這絕對沒問題嘛 開 往下 3克啊 2克 那2克我都覺得還算沒問題 還算可以蠻輕鬆的去使用 那1克呢 稍微要搭配甘子 甘子 它的 彈力夠 那它才帶得出去 那這是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我原本對它評價 可能就是大概3克左右 就已經了不起了 它可以丟到2克 算是還不錯 而且它 只有800塊 這個前線杯只要800塊 那你再搭配上一個 1500的 藍點 你就可以2300塊 就可以組成一個 雙線杯 可以拋 青鵝 可以拋 中大型的鵝 那都是一個很泛用的一個捲線器 我是覺得可以當作一個 微拋捲的入門 如果你也沒有預算那麼足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機雙用的一個好組合 現在呢我要給這個前線杯打個分數 售價800塊可以對應到 Okuma的4顆捲線器 然後給它分數呢 是9分 大家可能都會問為什麼 我們 打分數都打那麼高 因為 好東西我們才入手 不好東西可能不太會入手 所以 會入手的東西都會是 我們會覺得蠻高分的東西啦 感謝大家看影片最後 最後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抽獎活動啦 就送出我們介紹這個 潛線杯 顏色呢 隨機 我們會在YouTube跟Facebook 各送出一顆 YouTube的抽獎方式呢 我們則在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Facebook呢 則是在 Facebook這篇文章下面留言 還有公開分享出去 這樣我們會找時間 抽出 各一位 大家趕快留言來抽獎吧 最後最後最後呢 別忘了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啦 然後可以 介紹你的朋友呢 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咯 都看到這邊了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鍵 訂閱不用錢的啦 按一下 真的是